柯兰剧场版的那些吐槽 众所周知 柯兰漫画连次到现在已经29年了 从第一部剧场版引爆的摩天大楼 到今年黑铁的鱼影也已经陆续出了26部剧场版 剧场版的票房是一年比一年高 但是剧情就你懂得 从14年一次元的狙击手开始 剧场版就走向了动作片的方向 也导致了票房和口碑成反比例增长 18年临着执行人19年战情之权 21年飞色的子弹 将继打破剧场版票房记录 不过口碑是辣椒一个都没达到几个线 秦山表示这个歌我可不背 毕竟剧场版的脚本也不是他写的是吧 好在昨年的万世纪的新娘又拿回了一些口碑 剧情和音乐方面确实有新颖的地方 不过其中也有对已经去世的五人组的缅怀吧 对人物的感情刻画更加细腻了一些 当然那种大场面依旧还是会有的 而今年的黑铁的鱼影我还没有看过 所以不做评价 不过从海外票房来看 比之前的剧场版票房都高了许多 我想祖先剧情和之前的空爱风波立了不少功劳 要说克兰剧场版评分高的是哪几步 那就得提到前十步了 最开始的剧场版都注重推理过程 剧情紧测缓缓相扣 不到最后一刻你还真不一定知道谁是凶手 好家伙呢现在了 凶手第一次登场我仿佛都已经知道了是谁 看克兰都让我看出了第六感 而之所以现在剧场版会走上这样的路线 其实还是和主流观众脱不了干系 因为大多数观众来电影院都说过眼影的 不怎么抓获你是说推理把犯人找出来 相比文字游戏他们更喜欢视觉上的冲击 所以搭场面才会更加的吸引票房 推理的狂热粉毕竟这是小众群体 因此官方也不得意走这种科幻动作的路线 毕竟赚钱才是最重要的是吧 要说剧场版代表作的话 那就得提到公认评分最高的备设计的亡灵 推理 悬念 救赎友谊 各方面都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 真正的给推理迷得一个礼物 而且还提出了虚拟现实这么一个概念 方在那种年代可是很超级的想法了 然后又是将特兰和福尔博斯的故事完美结合 那种时代的碰撞感游然而生 过分的华丽反而不如恰如其分的平淡 那为什么编剧不跟写以前那种剧情呢 当然就是刚才提到的票房方面的问题 编剧表示我头都想大了你就给我这么点票房 那我还不如3728 直接搞爆炸 足球替卫星 空中开跑车 腰带带我飞 子弹能追踪 这不让你看到嘴巴的合不拢 青山有个梦想就是亲自操到剧场版 不过实在精力有限 这梦想到现在的还没有实现 不过他在今年来的剧场版有越来越大的参与度 一些特写镜头会让青山来创作 比如今年的特爱水下人工呼吸事件 所以才会导致很多粉丝点名到心的怼他 不过像我这种老粉都表示无所谓了 你出什么我就看什么管他什么剧情